出国比赛征战世界杯 来看到台中市拔河代表队屡创佳击 去年全民运也夺冠封王 实力坚强 那么四号将要启程飞往北爱尔兰 来参加世界杯拔河锦标赛 赶在了出发前 运动局长特地当面来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那么明代也承诺了 会积极协调争取正规的训练场地 扎文脚步紧握绳索 场边喊得起劲 并配合团队节奏一步一步向后退 台湾市拔河代表队与台北景美女中队员 四号即将出征 北爱尔兰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 男女混合组580公斤级项目 运动局长赶在选手出国前 为他们来加油打气 加油加油加油 最主要这次要来为我们台中队加油的原因是 我们的台中拔河队一直以来 都是全国运动会 还有全民运动会相关赛事的冠军队伍 那这一次的中华队里面有相当多位 也都是我们台中的子弟 那今天跟林毕秀议员一起来跟大家加油打气 拿出一面又一面的奖牌 台中市拔河代表队 尽管双手都磨出后茧 也教不习他们心中的拔河魂展现越战越勇的傲气 而对于多年迟迟没有正规的训练场所 明代也承诺会来协助争取 一直来成绩很好 但是目前他们在我们的场地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所以今天感谢局長 建委两个三个设计 找一个很好的适当的担任 也就他们这次去北海南 可以帮我们回来 然后回来台中 我们都是台中的主题 台中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他让他们继续信任 继续为台中争光 为台湾之歌 真的是很感谢毕秀议员 帮我们争取这些场地还有经费 然后再来是局长 也很大力支持我们拔河运动 那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次出国 我们可以带回更多宝贵的经验 然后备赞我们下一届的全民运动会 然后也是继续争取佳机 希望能争取太原棒球场侧边 作为训练基地 这次出征北爱尔兰与世界好手竞技 要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 拉出澳元成績 费佳朋友 在